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来听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将重返白宫 学者分析 相比延续拜登政权的民主党候选人 卡玛拉、哈利斯 特朗普将为台湾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台湾民众高度关注美国大选结果 从11月6日上午开始 Google搜寻趋势热搜榜 川普、卡玛拉、哈利斯 2024美国总统选举 等关键字搜寻量突破10万 川普当选影响一词的搜寻量 更是暴增1000% 社会大众如此关注选情 是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外交 两岸乃至于经济、内政 都可能有深远的影响 一、对抗中国 从多边合作到双边利益交换 美国德州的山姆休士顿州立大学 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指出 美中之间的结构性竞争 仍是台湾要面临的最大挑战 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兼所长黄兆年表示 美中关系自2016年起 共和党民主党两党 以形成与中国竞争的共识 不会再回到过去合作交往的策略 因此不管是特朗普或卡玛拉 哈里斯上台 政府和国会的大方向 都不会有剧烈转变 但与中国竞争的强度 特朗普明显更高 黄兆年对BBC中文分析 特朗普对中政策的走向 是全面脱钩 和民主党在特定关键领域的 去中国化不同 但他也补充 在竞选时的激昂言辞 真正落实到政策面低程度 仍有待观察 多名学者的分析皆表示 特朗普上台后 区域政治将从多边合作 转为双边利益导向 过去民主党 以结合盟友的方式来制约中国 在亚太地区与日本 韩国 菲律宾等国 合作抗中的色彩鲜明 台湾在民主党眼中 也是可靠且可运用的 抗中盟友 翁吕中分析 对于特朗普来说 他重视的不是盟友 而是怎么样带领 更多的小弟跟班 所有的人都必须要配合 特朗普的政策 来面对中国 黄兆年指出 相较民主党政府 较重视自由民主与人权价值 较看重规范性的承诺 特朗普相对现实 重视利益与条件 面对美国不再担任 区域安全领导者的心情事下 未来台湾要花费更多的精力 以维持区域内的伙伴关系 在特朗普执政下 不止台湾面临 盟友变小弟的挑战 其他国家亦然 特朗普在第一任任期间 就曾要求日本、韩国提高防卫预算 否则美军可能撤军 在这次竞选期间 他再次提到 要向韩国收取更高额的 驻韩美军防卫费 对台湾也寄出收取保护费一说 但对台湾来说 并不完全是负面影响 翁吕中认为 如果这个小弟让大哥觉得你非常有用 那么你就会被提拔成为兄弟 民主党较为一视同仁 共和党可以有远近亲疏之分 被认为有价值的国家 可能成为美国的左右手 台湾如何在科技贸易战中 持续保持重要地位 是未来台美关系的关键之一 二、半导体与经济 美国影响力加深 特朗普竞选期间曾发表 台湾偷走美国的晶电产业等言论 他的胜选 引发社会大众对半导体产业担忧 中华经济研究院 台湾东协研究中心主任徐尊茨说 过去几年来 不断升高的地缘政治风险 台湾能源缺口 绿电供应等问题 加上日本欧洲诸国寄出半导体补贴政策 促使台湾厂商持续向国外布局 不管是特朗普或是卡玛拉 哈里斯谁上台 在海外设厂的趋势不会改变 但特朗普上台 对半导体在美国本土生产的要求 会更加强烈 徐尊茨指出 确实会对台湾半导体业者造成一些压力 具体压力有两大方向 其一是台积电或其他 已经在美国布局的厂商 特朗普会希望其加速或扩大投资 甚至要求将更先进的制成 或研发单位搬迁至美国本土 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 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表示 特朗普可能要求半导体2奈米先进制成 提前赴美 其二是进一步要求台湾厂商选边站 徐尊茨分析 美国加大力道 限制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同时 必然限制台湾厂商向中国出货 若违反预期将比民主党时代更严格的出口管制 台厂可能受到美国的严厉制裁 如果特朗普要求脱钩 或者有更多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或科技限制 那就会影响 甚至削弱台湾的厂商 徐尊茨直言 在美中对抗的格局之下 台湾半导体业者几乎没有其他选项 只能向美国靠近 两边中国或美国选择空间越来越少 不只是半导体产业受美国影响程度加深 拜登政府的有岸外包 在特朗普上任后也将面临变数 近年在美中贸易战与新冠疫情影响下 欧美与中国关系恶化 美国政府号召供应链转移制 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 墨西哥 越南成为美国重要的进口国 徐尊茨分析 特朗普明确表示要让供应链重返美国 对进口品课征高额关税将是可能的做法之一 台湾制造业、科技业近年来逐步撤出中国 或是减少对中国的投资 将事业重心移往东南亚、墨西哥等地 有岸外包的变调 将对台商造成直接冲击 徐尊茨认为供应链转移需要时间 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依照特朗普的意愿落实 课征关税的执行则相对容易 徐尊茨预估 特朗普上台后 很快便会出台课征关税政策 至于已经谈到第二阶段的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 以及商议中的台美租税协定 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会如何发展 仍有待观察 三、从军援到保护费 特朗普不可能坐视中国对台湾动武 但也不会如拜登时代挺台湾 专家分析 未来特朗普可能会要求台湾 花更多钱提升国防实力 特朗普选前曾要求台湾将国防预算 提升至占GDP的10% 台湾国防部6日回应 目前国防预算占GDP2.4% 短期内提升至5%都有困难 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中说 美国最起码会要求先提升到3% 这个压力应该是逃不掉了 接中分析 拜登执政时期对台军售的重点在 不对称作战 包括精准弹药 中小型武器系统等等 快速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 但特朗普上台后 卖给台湾的也许不是台湾最需要的装备 而是能让美国获利更多的传统大型武器 我们跟美国的军事交流 这几年进入了更重要的阶段 双方的军事互通性增加 台湾军人赴美受训 美国军方增加对台的军事分享等等 接中表示 由此皆可看出美国对台军自身战力提升 即协防台湾的重视 既然提升国防预算的压力不可避免 加深与美国军方的联系 与深化台湾国防改革的脚步 是值得继续发展的方向 其实民主党政府也是要求增加国防预算 但民主党政府比较能接受你缓步成长 但对特朗普来说 他可能会把这个当成美台关系的指标 接中预估 如果表态力道不够 台美军事目前的互动热度可能降温 中国对台统一有时间表 但是武统没有时间表 武统取决于美中关系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王信贤表示 若特朗普突然脱稿演出 大力表态支持台湾独立 可能刺激中国出兵 反之若美国维持现状 中国在2049年前武力攻台的几率很低 台湾总统赖清德六日晚间 在平台发文恭贺特朗普胜选 写道 我有信心 台美之间长期以来的伙伴关系 建立在共用的价值与利益之上 将继续扮演区域稳定的基石 并且为双方全体国人 带来更昌盛的经济繁荣 与美国的关系 堪称台湾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 随着大选落幕 学者认为执政的赖清德政府当务之急 是和特朗普政权交好 蔡英文刚上任不久 2016年12月 特朗普与蔡英文通电话 打破了数十年来 美国与中国和台湾交往的外交惯例 掀起美中台的外交风波 王信贤指出 不同于拜登政府的可预测性 特朗普执政就像搭上一台云霄飞车 台湾只能跟着美国走 但这台车的速度与方向 仍是变换难测 王信贤认为 有了第一次入主白宫的经验 特朗普这次上任几个月后 2025年的4月 应该会有较明确的施政方向 这次特朗普不仅超越自己2016年的成绩 拿下他在胜选演讲说的辉煌的胜利 他所属的共和党在参议院 众议院也都领先 翁吕中分析 这次美国大选对外交政策 台海议题琢磨甚少 投票结果可解读为美国民众更关心内政 特别是美国本土经济问题 当台湾在看美国的时候 美国其实没有在看世界其他地方 美国的重点永远是美国 不同于政治层面 很多人关注到2025年的一些灾难 也同样表现了2025的变幻莫测和危机四伏 其中最恐怖的大灾难就是太阳风暴了 2025太阳风暴真的要来了 比以前更大更猛烈 科学家怀疑猛烈程度 可能比卡林顿事件有过之无不及 并且预言2025年 人类社会可能会失去电 陷入一片黑暗 难道这次的事件会造成世界末日吗 一 卡林顿事件 1859年9月1日 丹佛的一名金矿工人 开始了他早上的例行工作 常年的习惯让他在日出时醒来 所以今天他注意到天空比平时亮得多 也红得多 当时他以为可能是附近的火 所以并不在意 但是远处海岸上 船上的南石字号正是离南美洲海岸 那天早上 反射着红色天空的海水变成了血海 一位天文学家将望远镜转向太阳 这才注意到接下来发生的怪事 那一天 也就是9月1日 天文学家理查德 卡林顿在研究太阳时 在上午11点左右 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现象 当时他正在观察一个 大约是地球十倍大的巨大太阳黑子 然后突然一道强烈的白光 从黑子中迸发出来 卡林顿没有意识到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大日缅的第一个目击者 17小时后 北美洲的夜空亮了起来 9月2日 几个小时后 在布里斯班以北 人们看到了南极光 这是有史以来最降的太阳风暴 坠入地球大气层后 我们的磁场立即被它所压倒 并在世界各地造成混乱 欧洲和北美的电报线路出现短路 设备发出火花 甚至突然起火 电报操作员被烧死或电击 即使关闭设备 甚至从他们的电源断开后 一切设备仍在工作 这一次的恐怖事件 被称为卡林顿事件 在卡林顿事件发生之前 没有人陷过这样的事情 当时科学家认为 这是一种独特的现象 是唯一的 其实不是 很早之前就发生过 以后还会再次发生 但这一次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在当时人们对太阳和地球磁场之间的关系 还不是很清楚 但与此同时 卡林顿看到了火山爆发 伦敦的天文台报告称 电离层中存在巨大的磁扰动 这是科学家能够正确地将地磁暴与太阳活动联系起来 如药斑 太阳风和日免物质抛射CME 太阳的外层大气日免是由强磁场构成的 有时这些磁场会慢慢扭曲 形成能量 就像绕着弹簧一样 当这些磁场最终重新排列时 释放出来的能量会导致太阳药斑喷发和日免物质抛射 日免物质抛射 太阳药斑基本上是一道闪光 相对较小 发生在较低的太阳大气层中 另一方面 日免物质抛射巨大 有时比太阳本身还大 日免物质抛射以每小时数百万公里的速度 向太空发射数十亿吨过热等离子体 日免物质抛射发生在太阳表面 大多数时间它们会缓慢无害地飘移到太空中 但有时日免物质抛射会进入我们的行星 只是我们基本不会注意到 因为我们的大气层会吸收宇宙辐射 而且我们的磁场会将太阳等离子体偏转到两极 两极穿过大气层 形成极光 规模并不大 但是太阳有个活动周期 每十一年发生一次 每当太阳周期来临的时候 太阳活动就会到达最高峰 而这时候的太阳要斑 日免物质抛射等活动就会疯狂爆发 超过地球磁场和地球大气层 可承受的最大值 进而影响到地面上的物体 有证据表明 太阳超级风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从西元前七千年到西元前五千年之间都曾有记载 到后来1582年1730年和1770年都有记载太阳风暴导致极光在世界各地出现 将黑夜变成白天 历史上有几十个这样的报告 但在这些报告中 太阳风暴没有造成任何破坏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那时候人类的科技并不发达 电还没有兴起 但1859年卡林顿事件发生时 人类的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我们开始用机器和电来操作它们 而太阳风暴可以在任何导电的物体中感应电流 足够大的太阳风暴 可以摧毁超载的变压器 并导致整个电网故障 在1989年 地球被太阳风暴袭击 破坏了俄罗斯各地的无线电信号 当时俄罗斯人起初认为 美国间谍干扰了它们的信号 知道它们注意到 它们的卫星没有反应 有几个卫星发生异常行为 这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2003年 发现号太空缩感测器故障数小时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倒闭 魁北克省数百万人突然停电9小时 另一场风暴 使美国和加拿大数百万人 陷入黑暗12小时 而1989年和2003年的太阳风暴 只是卡林顿事件强度的一小部分 那么如果我们遭遇一场与卡林顿事件 一样强或更降的风暴 会发生什么呢? 我可以预见的后果是相当严重 因为人类的世界几乎不满了电 而太阳风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电 伴随着太阳风暴的袭击 地球上的GPS就会失去作用 它无法确定方向 然后失去信号 总的来说 全球各地的GPS系统都在发生这种情况 因为辐射撕裂了轨道上的数千颗卫星 造成了它们的电路短路 炸坏了它们的电子设备 当猛烈的太阳等离子体穿过地球时 电离层中积聚的能量像橡皮筋一样迅速反弹 所有这些能量都迅速注入地表 然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世界各地的发电站都将受到影响 严重地甚至被破坏殆尽 整个大陆都陷入了黑暗中 电线和变压器都被点燃了 地面上和地下的网线都被烧毁了 世界退到原始社会 当然 这些都是描述的最坏情况 如果卡林顿事件或更糟的事情发生 人类社会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才能恢复正常 据估计 一些电网可能需要十年才能修复 即使可以优先考虑供水设施 医院和急救服务 但仍有数百万人断电数月 飞机也必须停飞 火车也必须等待数月 这时候你可能会怀念那些油车了 最严重的是网路 银行交易需要电力网络接入和卫星上行链路 如果没有这些 全球金融系统将一塌糊涂 现在有超过一万九千颗卫星围绕地球运行 其中许多将会被太阳风暴破坏 如果我们不能恢复它们的能量 地球大气层将膨胀并开始拖拽低轨道物体 开始一个接一个地降落到地球上 造成危险 总的一句话 足够严重的太阳风暴会导致社会彻底崩溃 现在平均来说 任何一年都有4%的几率发生严重的太阳风暴 有0.7%的几率发生卡林顿级事件 但每11年 太阳就会进入一个称为太阳活动峰值的时期 然后可能性就会变得更大 我们目前处于2019年开始的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 预计2025年达到峰值 在太阳活动期间 发生严重太阳风暴的最大几率达到28% 发生卡林顿超级风暴的几率每年达到4% 尽管近年来太阳风暴造成了停电和混乱 但4%的几率还不足以让政府采取必要的行动 2025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 你做好迎接太阳风暴的准备了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